这个机关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 Hey what's up,我是Kelvin,欢迎你回到我的频道 我们今天来拆箱PGY Tech,螳螂三脚架 这个三脚架是我前天在京东买的 然后今天到货,原价是899,现在是-150块749 所以我们来拆一下,看一下怎么样 OK 拆开来是这个样子,好脏啊 它的外围都是黑灰,我真的有点醉了 那我们去房间打开它拆一下,看一下里面有哪些东西 因为它的这个外包装实在是太黑了,全都是灰,所以我得先拿酒精棉给它擦拭一下 然后,因为自己比较有洁癖 所以,先擦干净,然后再打开 在旁边,这边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开口的 对,它好像是一个从正面打开的 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个口,在这边是可以 就是说去打开它 它的说明是直接显示在这个上面的 是有一个说明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哪些 我感觉这个包装好奇怪啊 我感觉这个包装好奇怪啊 OK 里面就是 剩下的就是它的一个 本体 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冷靴 它是可以接你的麦克风的 你可以把你的麦克风接在这边 然后 然后 这边要去打开 啊,按这个打开 旁边有一个按钮 然后你按这个按钮就可以打开它了 它会有一个角度 然后 应该是可以调节的一个角度 对,还蛮灵活的 就是 但是要按这个按钮去调整它 对吗 我觉得有点 好像 不大 知道怎么弄啊 这样子 OK 现在就这样子卡住了 对,然后 就是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云台 这个云台的话就是 它的Pro版本的话会有一个云台这样 然后 就是你可以旋转角度什么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卡锁 所以我们就 就是这样子 给它卡住 这样子呢 它这个云台就固定住了 然后 这个应该是接在这边的 没有了 没有了 它的包装很简单的就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装啊 我有点醉了 是这样子吗 它的这个盒子说明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你可以小朋友这个二维码看一下它的那个包装的一个教程 然后 嗯 对的 它的这个 前面这个还是装在那个下面 可能 我刚没有拧开 所以要把 它的这个拧开 拧开了之后呢 然后再这样子装上去 是的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 就装上了这个 嗯 脚架 我觉得它比Sony的那个要高一点 就是整个高度 然后它的这个旁边是可以调节那个位置的 就有点黑哦 就是它可以这样子就是躺下来 或者是就是这样的高度会比较高一点应该 对这样子 然后前面这里的话是可以拧开的一个云台 好蠢啊 好蠢啊 no 哦 嗯 然后它这边的话 其实是 是把你的相机拧在这个上面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螺丝 所以它这里有一个 就是 然后这边就是拿下来这个 帽子之后呢 然后把相机拧在这里 然后我现在拿我的另外一台相机试一下 那我觉得它的包装蛮简的 就是 没有 就是 很多其他的东西什么的 哦 它这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盒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 应该类似于这种 书名的一个包装 然后盒子里估计是有工具的 因为我 感觉它应该是有螺丝的 好像没有啊 盒子里是一个布袋 但布袋里呢 有 有两个螺丝 就是 应该是 拧这个的 对 它这个大的螺丝呢 就是对着这个 就是相机下面的这个孔 然后把它拧上去 拧紧了就可以了 拧好了之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 OK 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就是它的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它这边有一个手机的 但我觉得 这个我不认识啊 这好像全部有机关一样的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螳螂三角夹 就是它这个 可以扒在 就是任何就是 有那种 类似于一个 一个 就是可以扒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是 就是镶嵌在这个里面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 放到里面去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手机的 那我不知道怎么拿出来 哦 这个机关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 手机的一个 三角夹 但这个怎么弄 这个怎么拿呢 怎么拿 我觉得它这个机关好多啊 醉了醉了 拜托 我终于知道了 OK 然后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手机的 一个三角架 然后是可以打开的这样 然后打开就把你的手机 夹在这个上面 它也是 就是这样子有一个螺丝去拧 然后这里是可以伸缩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拿出来啊 我感觉我不大会用到这个 然后 你放进去的时候 它这边是有一个 瓦槽的嘛 然后你就 就类似这样子就 给它放进去 对 但我觉得拿出来就超难拿的 原来是这样就直接扒出来 就好了 我刚开始就拿不出来我就觉得 挺复杂的 其实也没有 就是你习惯了之后 就比较好容易取出来 就直接从底下这样子一把 它就出来了 哇 刚开始真的太难了 OK 然后 这边的话就是 基本的一个 一个外形 OK 那我们这一集的PGY Tech 螳螂三角架的开箱 就先到这边咯 下一支影片的话 我会讲一下 有关于它的使用感受 以及产用的一些功能 会有哪些 Peace 好 好